你这里把这个解压 然后解压到一个文件墙打开 然后这里进去 然后这里去安装驱动 看到没有 点击安装驱动 安装驱动 这里点击 驱动安装 安装 驱动安装成功 确定 关掉 这里是一个升级的工具 点击 看见没有 这里安装驱动 打开这个 在这个鼠标移到这个位置去点击 看见没有 选到最后面这一个 RK3032 boot这个 就是选这一个 选中 打开 然后第二行 这里第二行 也去选择一个 打开 这里有一个F开头的 看见没有 以F开头 F为Cas开头 选中 打开 然后 有一条这个线 一个公投转公投的线 公投这里插那个 通病器 这个RESET就是一个按键 按住这个按键 按住这个按键的同时 这个 再去连接电脑 电脑上面会显示发现了一个设备 然后点击执行 然后点击执行 这里会开始下载 然后这里会显示下载进度 当下载完成之后 这个升级就是成功的 这里会显示一个下载的进度 这里会显示下载完成 就是对的 然后点击执行